3月17日下午,纽约青年企业家俱乐部与国际领袖基金会两个公益组织在此强强联手,在纽约耶鲁俱乐部成功举办2018年联会。 联会特别邀请到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Max Barcus先生和现任美国交通部助理副部长Joe Zabat先生作为主讲嘉宾。 而联合国纽约总部社会政策和发展司副司长杨文燕女士也在联会的办宴上发表了特别讲话。 参加本次联会的包括中美优秀企业家、行业翘楚与社区领袖等,共150多位嘉宾出席。 纽约青年企业家俱乐部主席黄雅春女士与国际领袖基金会创始人董静明女士先继开场致辞,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联会展开了关于中西教育对比以及中美商业趋势的深入探讨,还特别开设了两个以教育和商业为主题的论坛。 前美国诸华大使马克斯·巴克斯先生在开讲时讲述了自己对毕生致力的公共服务事业的热爱。 他接受全球华市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说, 各 sides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 more we do listen to each other and in good faith do want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the more likely we'll do very, very well. We're already very closely related. I mean, we're economically almost joined at the hip. There's so much trade and investment back and forth. And, you know, that's jobs. I thin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stabilit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ants stability, and bo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really care more about anything else than that's the people. What do the people want? The people want jobs. They want to breathe clean air, drink clean water, decent health care. They're the same. So the more our government's both sides, just keep that in mind. Remember the people, what the people really need and want, things will turn out okay. 参加教育论坛的嘉宾由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黄雅生教授, 以及福特汉姆大学首席研究官洪朝辉教授, 黄雅生教授对记者表示说 中美教育就是中国的教育发展很快 扩招大学的发展和政府对研究的支持 在这方面的话美国实际上它基本上处于一种禁止的状况 因为美国已经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历史 所以中国的后面的这个尽头还是很大的 但这个区别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区别的 比如美国大学相对来讲比中国大学对于政府来讲更加独立 像我们的研究的课题 基本上是不需要通过政府的批准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研究了 另外在大学内部的设置的话 教授是具有绝对的自主权 不是院长也不是校长 他们对我们是在研究方向方面都是没有影响的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到外面去筹钱 支持我们去做研究做教学 另外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干涉 也没有什么这种学习班 这都没有 专心意义就是在那做学问 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的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论坛结束后安排了参会人员合影和鸡尾酒会 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 国际领袖基金会还举办了隆重的顾问就职仪式和颁奖典礼 国际领袖基金会创始人董继琳女士对记者表示说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在纽约尤其是我们纽约chapter的cherry黄 他把整个纽约的都带动起来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yale club能够办这么好的一个年会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 那我们这次年会最主要是focus在三项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hip and education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好 他们我们可以成就商业的领袖 政治领袖 社区的领袖 那么我们尤其是对我们国内来的这些孩子 我们寄以后望 这是我们未来十年的目标 虽然说我们的国际领袖基金会 是在focus on所有的亚裔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中国来的这些年轻孩子 非常的聪明 我们希望能够带领他们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参与本次联会的嘉宾还有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院王开元先生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行长马永先生 Nibramax Capital联合创始人徐又渝博士 以及灵事集团主席林建中先生等 而旅美著名当代艺术家曹俊先生 也接受记者的采访表示说 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搞得是非常的有高度 也非常有意义 一个呢是出发点是发现和培养 未来的这个领导者 这个领导者有经济方面的 当然有政治方面的 社区的还有文化方面的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这些教育家的出现 以及前祝华大使的出现 对这个问题的这种深入的探讨 我觉得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 没有足够的这种机会 做一个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这种讨论 但是我觉得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至少说记起了我们一些作为华人家长 第一代第二代的华人 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 在本次联会之前 该组织曾于2016年在纽约哈佛俱乐部 成功举办过教育和领导力为主题的联会 特别邀请到华裔之光 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女士出席演讲 纽约青年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 黄雅村女士为活动做最后闭幕致辞 之后她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说 青年企业家俱乐部呢 其实其实与一群成功的企业家 还有business leaders 华尔街的一些金融人士 这群人士呢 我们是比较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然后呢关心我们的这个community 也想回报这个community 所以大家就聚在一块 希望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当然想到了 是我能够帮助就是培养一些年轻的孩子 将来的话在这个世界上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所谓的这个young leaders entrepreneur spirit 这种传承的精神 把企业家的精神的传承 这也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宗旨 活动在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全球华市记者冬虹毛节 纽约现场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